你現在收聽的是古太義戰第42集 好,那我們今天一樣就是來分享一下盤後的一些看法 OK,那在分享之前呢,先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我們昨天剛有創一個LINE的社群 那如果大家真的想要加的話 我昨天還有,昨天的兩部影片其實在留言區都有社群的連結 那就是大概長這個樣子啦 就是古太義戰 那基本上你如果用電腦版,電腦版開啟這個連結應該會顯示這個畫面 那你可以用電腦版的LINE加,或者是你用手機 那基本上,這邊有一個QR Code可以給大家掃 這個,給大家掃一下 這個QR Code給大家掃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要一起進來就是 呃,我們講就是 提升自己的一個看盤技巧跟看盤能力的話 那歡迎大家進來一起討論 進來一起討論 那這個群呢,其實我有跟大家分享過 基本上就是 呃,我每天會PO這個 這是昨天PO的啦 欸,這是剛剛PO的 會PO這一張圖,還有這一張 然後外加市場賺錢的監控圖 那基本上這三張圖呢 其實可以幫助你快速的判斷整個盤面 目前是漲實的還是漲虛的 還有資金的流向,還有主力的意圖 所以,呃,我覺得這個對於你 不論是在做股票 或者做指數期貨來講 其實,呃,對你來講 其實我個人覺得 滿,欸,勝率滿高的 是一個很值得參考的 每天的盤後的一個籌碼 比起你在看那個 外資的微品商口數 還是選擇權的那個進空單 還要準啊,所以基本上 我個人只會看這些東西啊 其實,呃,有聽我分享過 大概一兩年的人 我從來不在乎外資微品商口數怎樣 或是小台微品商口數 或者是選擇權 有聽我分享過的,我又講過嘛 這一兩年來 你只需聽我講 基本上我從來 盤後再分享一些盤式的看法的時候 我從來不會跟你講這些東西 因為沒屁用 那我真的沒屁用 所以我覺得 有些東西喔 其實 就是大家都在看 大家都在看的東西呢 你知道我也知道 你阿公阿媽也知道 你哥哥妹妹弟弟姐姐都知道 隔壁的老王 包括路上的路人 你去看都知道 因為他都是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的東西 其實 就 幹嘛 就沒那麼重要 畢竟大家都知道 大家懂一下 所以 有時候我覺得大家 與其要去 盤後你要做很多功課 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 像我 每天就這樣跟大家聊個一小時 其實我功課就做完了 功課就做完了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盤後 每天上班那麼忙 阿忙完之後又要看東看西了 然後 可能有的人去講選擇權阿 又要去看選擇權 有的人講外資會平常口訴 又要去看外資會平常口訴 有的人講分點 又要去看分點 然後 有的人講什麼 又要去看什麼 阿有的人看什麼 財報 營收 法收位 內容 太複雜了 太複雜了 我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 這個頻道 要分享的就是 無腦投資 就是無腦投資 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 你每天所需要看做功課的時間 其實就很小 就很短 所以 其實大家也都很忙 我也知道 所以 我們也會希望說 這個頻道能夠慢慢的 跟大家一起 讓我們把做功課的時間 漸漸的縮短 漸漸的縮短 可是又能夠幹嘛 保有一定的什麼 就是技巧 保有一定的獲利能力 OK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家 有時候要 既然我們時間不夠 時間不夠 那我們就是要 抓重點 抓重點 能夠快速的 帶你在這個金融市場 獲利的 我覺得那才是最重要的 你去看那個東西很複雜 像有的人會跟你講說 日線看完看60分K 60分K看完看30分K 30分K看完又要看15分K 那你會發覺啊 其實 有時候 不同分線 你解讀起來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 對於你在做當沖的 我覺得 這無可厚非啊 你要看就看 可是你對於做波段來講 其實 60分K 15分K 對你來講有差嘛 對不對 你如果做一個小波段 比如說我五天或十天 就要出場 你根本也不需要看到月K啊 對不對 也不需要看到週K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大家 有時候 呃 先把你自己的交易週期定好 定好之後 你再來 談論說 你要 做功課 到底要做哪些東西 OK 好 那這個群呢就是 如果大家還沒加的話 就是歡迎大家 自由的加入啦 那其實我有跟大家講過 這個群就是 很freestyle 很freestyle 那這個群 我不會在上面講任何東西 也不會回答任何問題 可是你們有問的問題 我在影片都會講 如果有問題 我覺得應該要回覆大家一下 我會在影片跟大家做分享 OK 然後呢 這個群呢 如果你本身是營業員的 也歡迎你加進來 那只是會希望說 如果你本身有 就是整理一些盤後的資訊 或者是每天的一些新聞 其實大家都可以加進 都可以PO出來 大家分享 這邊其實就當成是一個 古泰義戰 盤後的一些資料的分享 OK 那當然這邊不接受打廣告 如果你是賣軟體的 或者是 有PP啊 或者是DP的一些 本身就是老師的 歡迎你進來 可是 就是大家交流 那基本上我有跟大家講 這個頻道不盈利 所以我也不會擋到大家的財路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大家能夠 就是互相啦 互相 那在這個投資市場 就是 我希望這個群呢 大家可以 都能夠 在這個群 然後 穩定的成長 然後穩定的火力 這樣 OK 然後呢 我們就回歸到今天的重點 好 那今天呢 其實坦白講 我盤中也被洗了一下 盤中也被洗了一下 好 現在看一下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呢 大家仔細去看一下 今天其實收了一根下印線 這個很強喔 今天殺這一根很強喔 那 可是今天有一點點小敗筆 有一點點小敗筆 大家仔細去看一下 以加權指數今天的日線 你會發覺 其實你看 這高檔 高檔其實你可以把它當成 應該是說啦 傳統的技術分析應該跟你講說 這叫高檔的一個什麼 吊人線 高檔的吊人線 那 今天大家也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今天其實 收盤收到15612 可是5日現在15641 他今天收盤還是沒有站上5日 那我們拉大一點去看喔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的開盤 看看那裡 今天的開盤開676 昨天收盤收哪裡 昨天收盤收616 616跟676 今天是一個小高盤 那今天開個小高盤呢 其實昨天我有跟大家講嘛 基本上昨天我們預設就是兩種劇本 如果跳空開高 理論上他要去測哪裡 理論上他要去測哪裡 他如果能夠來測這邊前部的高點最好 可是呢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的開盤就是最高點 今天的開盤就是最高點 好 那我們昨天有講嘛 就兩種劇本啊 這個盤如果開低一定是往下灌的 這個不用懷疑 可是如果開高呢 其實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包括昨天好像還有一兩位 就是看完影片我來私訊我 說開高要不要先觸 如果有開高的話要不要先觸 這邊呢其實 牽涉到一個盤中的當充技巧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5分K 今天的5分K大家仔細看一下 今天的早上9點開盤的時候是開在 早上9點開盤是開這邊 你會發覺開盤第一盤 第一根5分K就收黑了 第一根5分K就收黑了 所以這邊呢其實我早上看到情況 不太對 其實我早上開盤大概前五分鐘 前五分鐘其實 我看那個好像情勢不太對呢 基本上我有先減碼一點點7磅 減碼一點點7磅 可是大家也沒有發覺 你早上減碼很多人會講說 比如說2603的長龍 2603的長龍啊 其實今天你早上開盤賣完之後沒多久 他可能就拉上去了 那其實這個沒辦法 因為大家記得 昨天這一根長黑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昨天這一根 加全指數呢 加全指數昨天這一根長黑啊 其實今天很多都是 我們現在講食物面的操作 其實有很多時候就是我們操作的時候 那一關心理那一關過不去 大家看一下 禮拜五這一根長黑 禮拜五這一根長黑 其實大家都會怕說 會不會 萬六就直接封頂 會不會萬六就直接封頂 那昨天因為假日嘛 還爆發一個就是本土的感染嘛 所以 基本上大家會恐慌 那 禮拜一以今天來講啊 今天跳空開高 今天跳空開高 大家會學的會幹嘛 會等一下 會等一下 欸這個盤會不會幹嘛 開高走高 又跟之前 又跟之前什麼樣 之前的爆這一根吧 我記得好像這一根還是前面這一根 就是有爆那個什麼 本土案例 一樣 就跟那一次一樣 所以大家閃戶可能會覺得說 欸會不會又開高又走高 可是 大家記得喔 有時候超盤喔 我們在超盤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 欸 之前有聽我分享過的 我有跟大家講恐慌錢是最好賺的 恐慌錢是最好賺的 今天跳空開高 大家都會觀望 會等一下 欸 這個盤 欸說不定有機會拉上來 結果他沒有拉 而且我有跟大家講的 當衝最忌諱是什麼 當衝最忌諱的是 破開盤 破境地 所以呢你會發覺今天5分K 開個小高盤之後 5分K開個小高盤之後 一路灌 灌完第二根5分K 再破前滴 基本上 所有的市場的賣壓 包括當衝客 會一路了往下殺 會全部恐慌一起殺 所以全部恐慌一起殺 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殺到這邊 其實有爆一點點的量之後 5分K直接收一個反傳可以上來 這邊呢其實大家就 要特別注意 欸殺不下去了 然後呢就這樣一路震盪 然後拉尾盤 一路震盪拉尾盤 那坦白講啦 我這邊其實 6147的奇邦 奇邦我也被洗 我這邊其實我開盤 你看他其實開個小高盤出掉 第二根5分K其實我就出場 然後咧 就這樣 所以呢我奇邦也被洗掉 可是奇邦真的很強 很強 那包括2603的長龍 其實今天很多航運股 航運股今天其實 逆勢的收一根下癮線紅K 那我們等一下來再看一下盤後的一些籌碼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大盤 回歸大盤來講 回歸大盤來講 我們看一下這個 今天我也是蠻歐的啦 被洗掉 可是你會發覺 你如果開盤 出在開盤 或者是9.5分到10分那邊 那邊的話 基本上你今天其實是賣在相對高點 只是說 你尾盤可能又剛好 回到跟你賣的成本很接近 跟你賣的成本很接近 所以下一線本來就是這樣 這個真的無可厚非啦 那其實我們昨天有看一下 我昨天呢 其實我有跟大家講 以目前來講 其實 你說 1月份還會不會大漲 其實我個人覺得 有一點點難 那基本上它 大家未來 這個禮拜先看一下這一根的高點 1月13號的高點 它基本上是有機會再來攻的 有機會再來攻 那這一個來攻 基本上還是有機會再攻前高 會去點前高 所以 短線上面來的 其實這邊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加權指數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剛好回撤哪裡 剛好回撤這邊 回撤前面這一波 應該是說啦 五日線跟十日線剛好去做回撤 回撤 然後收一根下來線 所以今天這一根 其實有一點點敗筆 就是它沒有收上五日線 而且今天又是兩縮 今天又是兩縮 那我們看一下貴買指數 OTC會比較明顯 OTC昨天我有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昨天其實有畫線給大家 我說呢 基本上這兩道支撐 先看這兩道支撐 那說不定明天就來了 我昨天有這樣跟大家講 那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一根 這一根的低點有沒有發覺 今天其實點到就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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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一個支撐 下一個重要支撐其實在這邊 其實在這邊 所以 有時候 欸這線太多了 這個 我把它拿掉 好 所以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今天剛好點到這邊就只跌 那 早上呢 我們來回顧一下看一下五分K 這邊大概是什麼價位 這邊大概是什麼價位 這邊是182.65 182.65 我們來看一下 182.65 早上五分K什麼時候點到 大家有沒有發覺182.65在這邊 182.65剛好在這邊 這一根 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一根的開盤 這一根的開盤 剛好是182.67 剛好是182.67 所以 你會發覺早上一破這邊 其實有一個什麼 快速宣洩的賣壓 那我大家都很恐慌 欸原本開高 大家都在等 開高之後呢 欸 又破金低 大家都會覺得 靠 趕快賣趕快出 所以會產生什麼 人踩人的恐慌性宣洩賣壓 所以這邊呢 一路跌跌跌跌跌 那時候台子期 跌了今天盤中跌了幾點 今天盤中台子期跌了光5分K 大家看一下 直接灌300一點 這裡直接 直接灌300一點 早上大家都嚇死啊 因為開高盤 大家都在等 你今天開高走 稍微拉高 再幹嘛 拉高 基本上應該就沒有事 可是你拉高之後呢 再破金低 第一個我有跟大家講 當衝最機會是什麼 破金低 第二個 昨天一根長黑 今天開高 所以大家都會等 如果今天沒有破低 大家可能宣洩性的賣壓 就不會那麼重 可是今天一破 所有的賣壓都出來 可是大家有發覺 如果你知道的話 如果你 盤中有把這個價位 謹記在心的 182.6 182.6 剛好是打到前波 我剛剛講的 前波我昨天講的什麼 這一根大量區的低點 基本上你這邊 就不移再殺低了 不移再殺低 你如果開盤 9點5分 9點10分沒有出的 這邊就不建議出了 為什麼 已經打到前波的支撐 而且我昨天有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如果前波這兩道支撐有手 基本上你是可以小搶多了高手盤 小搶多了高手盤 那 早上 坦白講 我棋棒也是被洗掉一點點 那 基本上 以今天這個盤來講 你說 危機 是不是暫時解除了 你可以 這邊我覺得 危機解除 是還算早 危機解除還算早 可是這邊呢 其實大家可以 近期的操作 我個人覺得既然月線 他今天第一次回撤月線 大家還記得嗎 還記得我跟他講什麼 這裡 戳柔形態 我跟他講什麼 他在等什麼 等一個什麼 等一個三線會合 有沒有 三線會合 一突破就直接拉這麼一根 現在其實 五日線跟十日線已經幹嘛 已經在會合了喔 所以基本上接下來 一樣 他也是在等一個什麼 等一個 你看 這邊其實 如果大家真的看不懂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一波 這一波上來的時候 為什麼這一根要下來 其實 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邊在 這邊在走一個什麼 等一個什麼 三線 漸漸壓縮 壓縮行情之後 只要主力一個跳空開盤 就直接走這一長段 那最近呢 其實有一點點 類似這樣的模式喔 所以 最近我個人覺得 其實操作上面來講 你基本上 可以以 上檔五日跟下檔二十日 這邊一樣 區間震盪整理 區間震盪整理 那 極短線來講啊 只要這一根 這是第一道關卡 大家特別注意 1月6號的低點 這是第一道關卡 第一道關卡 這邊 只要有手 暫時還不用看太空 可是 此股的部分 我覺得大家 要慎重的選股 太弱流強 太弱流強 所以基本上 像今天 桂馬拉紅K嘛 玉金光跟大力光還在破底 所以 有時候股票來講 其實大家要慎選 要慎選 OK 那 未來 其實以目前來講 大家仔細看一下 今天 今天其實 加選指數 已經連兩天 剖日了 連兩天剖日 那今天每股 基本上是不開盤 每股不開盤 所以明天 要馬那一支 就是直接 一股 一股作氣直接上去 一股作氣直接上去 那 禮拜三又適逢台紙期也算 禮拜三又適逢台紙期也算 外加什麼 拜登就職 那 正常來講 然後 呃 就職典禮呢 基本上 應該會有一個小小的慶祝行情 所以 所以 你說 我一上任 然後 股市就大跌 其實 好像也太不給拜登面子了 所以 短線上面來講 我個人覺得 近期要大崩其實不太容易 近期要大崩其實不太容易 所以 基本上 其實大家都把它當成是一個 高檔的一個 合理的震盪型態就可以 合理的震盪型態就可以 那只是 加選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 以加選指數來講 這五日十日跟月線 其實扣的 位置啊 其實 太遠了 太遠了 所以這邊其實可能 會再盤一陣子 會再盤一陣子 所以極短線的操作 我覺得 大家 基本上 就貴買指數 假設你是 做股票的人 股票的話 大家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下股票 股票的部分 股票的部分 這邊呢 其實今天已經交代月線了 然後交代月線 那基本上就先看月線這邊 上檔看五日跟十日 下檔看月線 其實就跟這邊一樣 就跟這邊一樣 那 基本上極短線來講 這一根搭計 1月6號的低點 一定不能破 一定不能破 這邊要特別注意 一定不能破 OK 那盤式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台子期 現在 好 台子期我切換一下 台子期的部分 看一下 台子期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現在幹嘛 現在夜盤是小掌了 小掌 現在夜盤是小掌 那 基本上 以目前這裡來講 也是一樣 大家 目前 跟前面這邊一樣 跟前面這邊一樣 所以 基本上 如果他有機會來點 前面的 1月13號的高點 這邊其實高點 還是有機會再來測 還是有機會再來測 OK 然後 好 大盤的部分呢 其實 觀察重點 一樣 在櫃買指數 一樣在櫃買指數 因為 以加權來講 大家看一下 那個 反正櫃買指數 你如果 記好的話 這個線 這個線有點多 我把它拿掉 我們留 5日 10日 跟20日就好 OK 反正大家記得 接下來 就是 上檔以5日跟10日當壓力 下檔以20日當支撐 那20日呢 還有 包括我昨天講的一些關盤重點 大家要特別注意 就是 以 這一個 這一個大量區的低點 當一個 防守點 大量區的低點 當一個防守點 那另外再以 這一個 這一個 大量區的低點 當防守點 我看一下 畫準一點 大概在這邊 大概在這邊 那這邊呢 為什麼很多 有些人可能會問我們說 為什麼 這邊 這邊出大量嗎 這邊出大量 這一兩根大量區的低點 沒有被跌破 日線有效實質跌破前 大家不用太擔心 可是呢 這一根大量 還是要特別注意 今天收紅K 為什麼能夠 它其實它是有收上哪裡 收上這一根黑K的低點 所以短線 的部分 其實 市場上的宣洩性賣壓 其實 比較不會那麼重 未來 它 應該是說啦 這邊給大家兩道關卡 然後兩道關卡 第一道關卡 先看這一個大量區的低點 它未來 正正正正正正 大家有沒有發覺 這個大量區的低點 越線就會漸漸往上扣 所以呢 這邊越線 這邊呢 第一道關卡 先看大量區的低點 跟越線的支撐 這是第一道支撐 第二道支撐呢 就是這邊 這一根的大量低點 那這一根的大量低點 同時也是今天的低點 所以這是第二道防守點 那如果未來這兩道防守點破了 那基本上就掰了 基本上掰了 所以你會發覺今天第一次來碰的時候 其實立馬就彈了起來 所以我才跟他講 欸 有時候其實大家在盯盤啊 早盤 你沒有第一時間出的 你就要反過來看一下 會不會殺低 所以 剛好九點多 快九點半的時候 其實已經殺到前波了 恐慌性邁壓直接往下灌的時候 欸 這邊大家就要 有那個 警覺心 欸 這邊 好啦 既然早上沒砍了 那 暫時就 先觀望 所以呢 基本上你如果看得懂 我昨天畫的這個東西 基本上你 應該不會砍在今天的低點 那就算 砍在今天的低點 其實拉上來 我有跟大家講嘛 支撐壓力攻守忽萬 既然發覺這邊有手 其實 你可能被洗出場了 可以再慢慢的 可能原本賣兩張 你可能可以小買個 一張 或者是盤中買零股也可以 那短線上面來講 今天長的沒有很實 我先講好 大家看一下 大家最喜歡的這個 來 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有沒有發覺 大家有沒有發覺 閃戶做多欸 閃戶在做多喔 所以 以目前這盤 我有跟大家講啊 我的閃戶多功比 基本上 短線上在抓轉折很強 大家有沒有發覺 你看這一天 這一天收黑K對不對 收黑K 閃戶翻多喔 隔天崩盤 喔 跳空這裡 這一根至少幹嘛 這一根至少 六百點吧 這邊也是一樣 有沒有 這一根黑K的時候呢 閃戶這邊翻空 欸翻多喔 翻多之後呢 就一路跌 這邊至少八百點 喔 這邊至少八百點 喔 那這邊 這邊呢 這邊的閃戶呢 其實你會發覺 閃戶一翻多 其實這邊其實幹嘛 這邊其實小跌 可能兩三百點 可能兩三百點 然後後來指數就上去了 可是你會發覺 最近喔 閃戶其實也是做蠻短的 大家看一下 禮拜四這一天 上禮拜四 我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我預告這邊會殺 因為 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是這個 所以呢 隔天 昨天殺了快四百點 禮拜五殺了快四百點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覺 今天拉下影線 閃戶在幹嘛 閃戶在做多 所以短線上 最近的行情 我有跟大家講 我覺得啦 大家就是 拉高 應該是說啦 那個要怎麼講 幾掌幾點 反向操作 幾掌幾點 反向操作 最近 今天拉這一根 你看似很強沒有錯 看似很強 我們就技術線型 確實是很強 可是盤後的籌碼來講 閃戶沒有想像中的 繼續放空喔 這邊其實閃戶有小小部位的翻多 那當然 閃戶也有可能在賭什麼 賭拜登的慶祝行情 舊子的慶祝行情 外加臺子旗的結算 所以 這邊其實我覺得大家 不要輕易的追高啦 不要輕易的追高 基本上應該 暫時都沒有太大的風險 太大的風險 我不可能就職 然後 就職第一天 然後股市又崩盤 然後 目前市面上 可能大家都會反應說 欸 拜登就職 可能會崩盤啊 對於經濟 後面的一些經濟措施 等等之類的 那 如果 大家 用這樣的方式去想喔 如果大家覺得說 拜登就職之後 股市會崩盤 其實這兩天已經預先反應了 這兩天其實已經預先反應了 那等到就職那一天 有可能會反市場 所以 極短線來講 我覺得大家 目前的持股水位 我個人覺得 維持在大概三層左右 我自己都維持在大概三層左右 基本上 沒有什麼 你應該 就算大漲大跌 其實 你也不太會受到很大的傷害 OK 那 今天大盤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 今天的一些盤後的一些籌碼 那 上櫃的全中 點數佔比 大家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清一色 到底 漲了哪些股票 合一 精彩 精測穩貌 信義加登 常勝 中美金 胡臉 萬潤 金利克 高端疫苗 好 好 然後 看一下今天疊 普瑞環球金 景德 世界群聯 星普 宣德 漢遜 好 以目前這個盤子來講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今天其實 有比較正常一點 昨天 禮拜五清一色 殺的是什麼 殺的是前100名的全職股 可是呢 你會發覺今天其實已經幹嘛 有一點趨近於平均的 趨近於平均的 所以極短線來講 今天會比較合理一點 今天會比較合理 我們看一下上市 上市今天台積電其實 也貢獻蠻多了 貢獻大概是48點左右 那今天漲了聯電 日月光 投控統一 炎華萬海 立成 崩泰 維穎智邦 我們就看一下 大概今天漲了哪些東西 那這兩張表 大家有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其實今天來講 其實有稍微比較平均一點 有稍微平均一點 那 這張表呢 我有跟 其實昨天那一部影片 已經有教大家怎麼去看 那你可以從這張表去 觀看 現在的盤面上的一些主流 還有一些資金流向 還有今天主力到底是 搞什麼鬼 他今天 如果真的想要壓指數 那基本上他會拉 幹嘛 會殺那個權重 佔比在 最前面的 佔權值最重的 這些股票去殺 所以呢 你會發覺其實 上萬六那一天 其實昨天那一張籌碼 輕一色全部都是前100名 然後勒 拉的都是拉一些 一兩百名後的股票 所以極短線的操作 最近其實 大家一樣 就 上檔以五日跟十日下檔 用月線 去當一個支撐 用月線去當一個支撐 重點還是在OTC 大家的股票 我再跟大家強調一遍 重點還是在OTC 指數 基本上 我光用台積電 聯電 或者是鴻海聯發科 那些都可以控盤 可是大家 對於 跟大家最相關的 還是在你的 實質的獲利嘛 所以基本上大家 做股票的 一樣看OTC 好看OTC 那做指數的 基本上 這個指數要漲的時 還是要回歸到 股票 還是要回歸到股票 所以這邊 如果有做指數的 這邊 一樣搭配的去看 搭配的去看 OK 然後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市場 暫行監控圖 今天 今天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今天 今天其實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看一下 今天跟昨天 有什麼差別 這個是昨天給大家的 好 這是昨天給大家的 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們這樣去比對 好了 這樣去比對好了 今天呢 其實 五日線 五日線 今天有 檔數有比較多檔 然後 十日線的 差不多 十日線差不多 然後 站穩月線的 其實差不多 然後 季線 季線呢 今天 今天 這一根下殺 拉一根下影線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 季線 能夠站穩季線的股票 其實反而相對少了一點 站穩季線跟 半連線的股票相對少了一點 所以極短線的操作來講 其實 這邊可以 下殺之後 如果你看 發覺它有手 這邊其實是可以小部位 小部位的 操作沒有關係 這個盤還沒有那麼快 見光石 還沒有那麼快就掛掉 所以極短線來講 其實大家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擔心 我們 看線 論線 OK 好 那昨天呢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昨天給大家的 一個行情表 其實我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 基本上 你如果 你如果 我每個禮拜四都會講禮拜五的行情 應該要守哪裡 所以呢 你幾乎幾乎 每一個禮拜五 的盤中 甚至於最後一盤 要收盤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決定 你到底要留多單 還是留空單 因為我都會事先講 我都會事先講 所以 短線上面來講 其實大家 我覺得啦 因為 你今天你砍 有可能會 我昨天其實有講過一句話 我說你上禮拜我沒有砍的 今天 有可能 比較難為期一點 有可能會砍在最低點 可是 該砍的 還是要砍 那 短線上面來講 大家記得 我之後啊 幾乎啦 應該從之前開始 就是幾乎每個禮拜四 我都會特別預告 禮拜五 會怎麼走 應該要守哪裡 如果你發覺 第一時間 盤中第一時間發覺 沒有守 或者是 破了 麻煩大家 你可以 你如果覺得說 擔心 這個也有不準的時候 那沒關係 你多觀察幾個禮拜 都觀察幾個月 可是 基本上這個很準 我只能跟大家 很準 我禮拜四跟大家講完 禮拜五一破 今天就立馬 下殺了快三四百點 主力 有時候做很短 我先跟大家講 主力有時候做很短 這邊 這邊呢 他上禮拜五不空單 不完空單 之後 今天下殺三百點 直接回補 回補再反手買多單 所以 這邊最近 大家一樣 我又跟大家講 其實 做股票 做投資 金融市場 要求的 就是快 要求的就是快 你手腳只要比別人快 你就可以在這個市場上立足 那 今天其實已經交代了 已經交代了 那你說會不會繼續交代 坦白講 我也不知道 坦白講 今天這一張籌碼 這一張籌碼其實 在今天其實已經交代完畢了 那你說還會不會繼續交代 還有沒有低點 那 極短線來講 我們先以今天的低點當防守點 以今天的低點當防守點 那 一樣 歸買指數 5日 10日當上檔壓力 下檔支撐 看今天的低點 還有月線 外加前面剛剛所講的 這一根 這一根的 大量低點 這一根的大量低點 那明天我個人覺得 其實大家不用過度的 你不要去追那個 5、6%以上 或者是7、8% 我個人就覺得還好 如果有小掌 你要做再做就好 因為目前散戶其實 我覺得啦 你看前面這個散戶那麼空 前面這一波 大家有沒有發覺 其實它是有 有一個連貫性的 前一波你看 這裡散戶的空單部位 還會這麼多 可是一翻多的時候 其實就崩了 那這邊也是一樣 你會發覺 其實這邊呢 散戶 你會發覺我們 我們取一個平均值 跟大家講 這張表要怎麼看 大家去看一下 之前呢 散戶最多 可能來到了這邊 將近快30 這一波一路漲漲漲漲漲 然後呢 散戶認輸的時候 翻多的時候就是崩 可是大家沒有發覺 最近這 你從今年開始 從去年 從去年開始來這裡 散戶的空 空基本上都 大概在14、15 然後最近 最近這一波到20 可是你有沒有發覺 其實目前差距已經越來越小 所以呢 這邊其實表示說 散戶有漸漸的認輸 空單有漸漸認輸的趨勢 那通常空單漸漸認輸 就代表行情 有一點點可能要從原本的趨勢盤 轉向一個震盪盤整 然後盤完之後 如果 有利多可能 才會再上去 然後你說 現在到萬六 還會不會繼續噴 我覺得到一月底前 基本上應該是不太會了 到一月底前應該是不太會了 所以短線上面來講 散戶認輸 如果做空的認輸 那做多就要小心 做多就要小心 那這邊還可不可以買股票 可以啦 只是說 我自己來講 會維持在三成左右 不會再多了 不會再多了 OK 然後 好 今天的盤呢 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然後 這個啊 這個大家都可以持續留意 好 今天其實已經很多股票 雖然盤中有下殺啦 那 那 可是 很多都尾盤收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股票 好 那外資投信跟投買的部分 我們來看第一檔 見頂 我講多久了 見頂 加 127 今天呢 今天 找盤呢 那個一定會被洗 這個 就一個 我不會跟你講說 找盤就是故意的 或怎樣 我基本上 我有跟大家講 基本上我們就是實單交易 我們都是實單交易 盤中 我們看到這樣的下殺 我也不可能說 基本上就很穩如泰山的 就直接很馬後炮的跟你講說 欸 這邊早上就是買點 我不會跟大家跟你講 如果再會這樣跟你講呢 基本上就是幹嘛 他自己手上沒有單的 我有跟大家講 反正這個頻道 你不要講我空氣單 實單交易就是實單交易 那 基本上我也承認 今天早上其實 我也被洗 我也被洗 可是 洗完之後 大家不要覺得說自己被洗很幹 為什麼主力要洗 大家有沒有發覺 很多時候 標股 都是洗完才會標啊 所以你 你換一個角度去思考 好 今天被主力洗 洗完 欸 接下來 等到的是什麼 等到就是要飆漲的那一段 所以其實大家我覺得 不用操盤不要有太大的壓力 好我直接很 堵定的跟你講 我今天其實也被洗 我今天其實也被洗 那無可厚非啦 我如果說 欸我百分之百 就跟你講說今天早上這邊低點啊什麼的 那種幹話你也不用信了 那種幹話你也不用信了 那種節目還有分析師 或者是哪一個前輩 哪一個分析師跟你講 你也不用看 那個就是幹嘛 空氣單啊 低點頭他買的 他奶奶的 對不對 高點頭他賣的 對不對 所以 有時候 大家去看 這一個人分享 的東西 有沒有內容 到底是不是真的空氣單 還是實質交易 其實你光看 光 聽他分享的東西 你就知道 那我直接很跟他 很 今天就是直接跟他講 我也被洗 那其實 我今天是減馬啦 當然啦 牡丹還在 可是 你就會覺得少賺 少賺就算了 少賺就算了 OK 第一檔 劍頂 劍頂其實目前來講 我覺得 等盤好就衝出去了 這個這麼沒話講 主力已經洗完了 大家不要覺得說被主力洗 就是很乾或幹嘛 主力為什麼要洗這個動作 因為幹嘛 他要洗散路下車 他才拉得動啊 所以 你反過來思考 如果今天 我被洗完 洗完之後 等 等在你後面 等在你後面 其實就是飆漲的果實 大家用這樣的方式去想 你心裡會不會比較好過一點 我會比較好過一點 然後 晶圓墊 這個啊 你看盤中就是破線啊 盤中一定破線啊 這個我一定砍啊 然後咧 然後就收起來 這個 這沒辦法 當沖就是這樣 當沖就是這樣 然後 加登 昨天一根長黑 今天直接收一半回去 所以這個 加登這一檔不好搞 加登這一檔不好搞 可是他這邊上穩 如果加登 如果能夠站穩的話 是有機會再創高的 然後細創 也是一樣 最近很多線型都這樣 強勢股最近你會發覺都拉下影線 我們等一下來看奇邦 你又知道 我哥 真的還蠻歐的 然後百合 也是一樣 最近其實盤 其實坦白講 拉這一根下影線 其實坦白講 你真的會被洗 你看 雙紅 我就不相信這樣 這個你一定會被洗啦 如果當沖你一定會被洗 而且你會被洗到受不了 然後鴻海 鴻海今天也是一樣 鴻海今天點到五日星都坦了 所以短線上這一檔還是 不用太擔心啊 其實我有跟大家講 鴻海其實 真的回不去了 你不用太擔心 手上有航海的 其實 短線套 我個人覺得也無仿啊 也無仿 然後超鋒 然後美麗打 勵志 勵志也是一樣 這個 破十日 盤中破十日 然後尾盤又收上來了 這個殺不下去了 後面 如果盤好的話 當然都還有故事 然後這個建策也是一樣 然後同心電 像這個 盤中破之後 又收最高的 這個 然後逸風 河塑 然後 這檔真的是 飆到 飆到嚇死人 然後瑞玉 台勝科 然後經濟 逸龍 瑞月光頭控 那個封測 封測 封測族群的 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 然後再 貴猛 奇邦 大家有沒有發覺 那個 就是死刷刷 死刷刷 那 這一檔啊 你看他連續兩天 點到五日前都沒破 這個 反正 而且最近 這幾天是兩縮 那等盤好的時候 基本上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短線上可以留意一下 然後 東元 齊鴻 神打 艾浦 友達 中華店 好我們來看一下外資跟投信 銅賣的部分 銅賣的部分呢 其實你會發覺 今天雖然下沙 可是 選出來的股票也沒有很多耶 選出來的股票也沒有很多 我們看一下系統店 然後再 台泥 齊利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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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利欣喔 先看有沒有守 � both 那不然其實有點危險 齁 有點危險 然後台辦 齁 景德 旺虹 旺虹今天剛好打他旌線啊 那這邊 短線上先以旌線當一個防守點 成德 齁 � Cait 金像光 基本上先看季線 先看季線 中光電 中壘 起雞 南亞科 南亞科還好 然後環球金 環球金 這邊要特別注意 環球金以目前這樣的 先看這一根長紅的第一點 有沒有說啊,這一根長紅的第一點呢 其實同時也是這一根 上癮線的第一點 上癮線的第一點,所以短信上這一根 這裡是一個很重要的防守位置 這裡如果沒有守 其實上面的套牢圓 蠻多的 然後冠德 長龍 今天其實比較 以目前這樣看啊 基本上 看一下 他的大量紅K 我們看一下長龍好了 長龍的部分啊,大家應該蠻有興趣的 我們看一下,今天其實外資 因為 通常這種買法就是隔日通買法 這個 反正大家看看,你要搶短的我個人覺得可以搶 只是說 有賺就好,有賺就好,不要太貪 不要太貪 那再來就是 看一下信用交易的部分 今天龍券補了一大堆 那融資又起來了 融資再起 短信上這邊要特別的注意 OK 今天自營商全陣也出了 所以 今天有買的我個人覺得不太會賠 今天有買的其實不太會賠 只是 就賺多賺少而已 所以基本上自己小心 自己小心 你如果真的要搶這種 踩的人呢 就是自己小心喔 然後自身可 心浦 王家 王家這個 沒有量不會停 這個沒有量不會停 這個疊成這樣自己 我不知道 這個大家 當然啊,前波這邊有一個跳空缺口 基本上我覺得8.2 8.2.5應該會來啦 8.2.5應該會來 那 通常這個跳空 主力的話 如果我是主力的話 這邊回補之後 要 要 要上再上喔 然後 南地 上尾投空 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 快速的掃過 沒有外資跟 投信的 建頂晶圓店 加登西創 藍茂 立山 百合 群光 我們就快速掃過啦 那如果大家剛好有 看到自己的股票 或者是剛好有 你喜歡的線型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 雙紅 歷程呢 歷程 短線上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 雙出量打底型 我覺得還不錯啦 我覺得還不錯 紅海 廣宇 廣宇真的是強到爆炸 你如果手上有一檔 你就是爆穩穩的就好了 然後 尾全店 連結 胡連 胡連今天也拉到掌停 遜德 超風 深銳 得淵 三劍達 九旗 光陽科 光陽科 晶圓 安國 美麗達 巨陽 漢唐 高齡 我們大致快速的瀏覽啊 勵志 抵月 劍測 瑞儀 瑞儀 瑞儀可以留意一下 瑞儀 這個 這個 也是強強的 然後 童心電 伊豐 和朔 天獄 至貫 萬潤 樊宣 黃田 劍 劍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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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有人問到 今天就直接鎖掌停了 也是 蠻厲害的 那 這個 而且今天 今天有爆量 今天這個 這爆了 接近歷史的天亮 這個 劍河星這一檔 你目前還沒看到任何 很危險的訊號 只是 只是說 他 基本上要量滾量 量滾量 以今天收盤是收57.2 大家看一下 今天收盤收57.2 可是大家有沒有發覺 他今天的量爆了幾張 他爆了兩萬多張 兩萬兩千八百九十九張 那 這邊的量啊 其實 跟這邊的量 大家看一下 這個 目前啊 目前是 暫時還不用太淡下來 你會發覺今天這個量 跟前面這一波的量比起來 前面這一波的量比起來 這一波的量 你把它對上去 剛好是幾度 近乎近乎最高點 近乎近乎最高點 然後就一路下來 那 這個是在高位階 這個 高檔出量 那你目前剛好是在 你說這邊高位階嗎 這邊可以算中位階 中位階 所以暫時不用太擔心 暫時不用太擔心 因為我記得你的成本好像拉開了 成本拉開你就是續爆 那 停曆怎麼停曆 我昨天已經 禮拜日其實有跟大家分享過 而且這邊 五日線49.83 這個差很遠了 所以差很遠了 大家記得 五日線不破啊 這邊呢 你會發覺 如果離五日線太遠的 用我教大家的什麼 創高K棒低點破 創高K棒低點破 你要走再走 那你如果兩張的 你可以一種用 創高低點破停曆 一張用什麼 破五日線停曆 一張被洗走 至少還有一張 大家懂意思嗎 用這樣的方式 我跟你講 你在股票市場上 你也不會幹嘛追高殺地 你也不會追高殺地 像我今天洗幫 盤中被洗 啊又怎樣 我還是有單啊 所以 有時候其實大家一樣啊 就是分批停曆 你 一種 可以用創高K棒的停曆 一種用破五日線停曆 強勢股 基本上就是你就是這樣做 那通常你如果能夠 幹嘛 穩定的 而且守紀律的 用這兩種方式停曆 基本上 你不會有套勞這件事情 只要你不追高 通常不太會有套勞這兩個字 然後聯養 聯養這一檔 剛剛要突破而已 這個還好 這個不太需要擔心 好 我們就大概看一下 那這是做多的標的 我們看一下做空的 做空的標的呢 好 第一檔 系統電 台通 台泥 來得 林森 好 圓金 圓金 自己小心了 圓金自己小心了 那當然 這邊 這邊他目前扣底扣在這邊 目前扣底扣在這邊 季線扣底扣在這邊 那未來 未來他會迅速往下扣 迅速往下扣呢 這邊短線上還好啦 他 可是呢這邊 要勝防他 如果一直破下去的話 等到季線往下扣這邊 他剛好也破前低的時候 這邊季線容易快速的下彎 快速的下彎 快速的下彎 對於股價來講 會有一定程度的壓力 然後尾連 像這個啊 如果你按照 大家記得 這個五日現在 8.85 這個五日現在 8.85 如果你按照我的 我講的 創高K棒低點破 你會賣在 這裡最高點 然後就一路下 所以我講的停曆方式 基本上 我跟你講的勝率高到下死人 勝率高到下死人 然後 齊麗星 華語 紅月 第一桶 第一桶 第一桶先看這邊的缺口 第一桶先看這邊 然後海光 台瓣 紅泉 錦德 台生 天羽 望虹 明義 光環 懷特 陳德 忠祐 德綠 金像光 華星光 玉創 鍾 忠蕾 幸福 大成鋼 大成鋼呢 這邊要特別注意 看一下季線有沒有熟 通常季線這邊應該會鎮一陣子 衛衛 衛術統正 金利 麗鵬 中華 南亞科 光群蕾 聯軍 中天 環球金 信輝 中虹 九豪 中虹 好 我們大概看到這邊 OK 那大家 就是 如果 有任何問題 你們可以直接在那個 群組上面問 直接在上面群組問 或者是在YouTube 的留言 你們的留言我都會看到 留言我都看得到 OK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我們看一下夜盤好了 夜盤現在在幹嘛 648 小掌 小掌 所以其實還好啦 最近 的操作 其實 你要說大掌 我覺得有點困難了 那 這邊 就是 會漸漸的 應該這麼講 漸漸的 讓市場上的 氣氛 稍微 冷卻一下 壓縮一下 所以 短線上面來講 最近可能會比較悶一點 那 量可能也不會再出 很特別的大量 基本上 會屬於一個 無量的一個震盪盤整 震盪盤整 那 短線上面來講 大家操作 也不用太過機甲 大概在維持在三層 然後重要的支撐沒有破 你就 可以稍微等一下 然後勒 就是 既然叫震盪盤 大家記得喔 震盪盤 什麼叫震盪盤 震盪盤 就是幹嘛 上 有壓 下有蹭 所以你上檔用5日跟10日 當壓力 然後下檔用什麼 用剛剛講的 OTC 月線 還有 大量的低點 去做操作就好 來到下檔撐的時候 這邊可以小小做 來到上檔的時候 小小出 震盪區間 你就是低買高賣 可是 趨勢盤 就不一樣囉 趨勢盤就是幹嘛 支撐不破 就是 以路買 它兩種 兩種的操作方式不一樣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 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OK 那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這邊